出发 嗨 嗨 好不好玩 哇 很厉害 不经养 我爱你 我爱你 智慧术 智慧国总共园 欢迎来到智慧术暑期特别节目 智慧国总共园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咕噜咕噜 大家好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噜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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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知道点博士 咕噜咕噜 风口咕 这一次的智慧国总共园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次我们要实力重粉 帮助全国的智慧国们 实现他们的愿望清单 太棒了 我们快看 树保收到了很多智慧国的隔空喊话 我想和红果果小咕噜 一起化石的画做手工 红果果我们想跟你一起做美食 我的愿望是见到小咕噜 我想跟智慧树大家庭做游戏 我想把好吃的分给小咕噜 我想要红果果来尝一尝 我们家乡的包米 这一片都是 和红果果姐姐一起合唱 发现奥秘 智慧树我来啦 红果果小咕噜 我们投铁 我们投铁 哇 咕噜咕 原来有这么多的智慧国想要见到我们 对呀 既然是实力重粉 不如这样吧 我们把这些智慧国们邀请到智慧树来怎么样 真的吗 太棒了 智慧国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嗯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 卖家买三色梨买叶买脆 幸福生活从一口燕麦脆开始 本栏目由高盖美味 助力成长的妙克兰多奶酪棒特约播出 今天呢 在我们的智慧树里呢 又迎来了好几位超级喜欢智慧树的智慧国们 欢迎来 哇 新老朋友都有是不是 那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 好 那从这边开始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吴佳佳 今年十六岁了 正在读高一 我第一次参加智慧树是在六岁的时候 今天能再次回到这里我感到很荣幸 哇 欢迎你的朋友 欢迎 旁边这位小弟弟好可爱啊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苏天智 我今年四岁半了 我还是第一次来智慧树参加 是的 你是我们的新朋友 对不对 欢迎你 好 旁边的小妹妹来吧 大家好 我叫麒麟 今年九岁了 我最喜欢运动项目就是跳绳了 喜欢跳绳的一位小妹妹是不是 欢迎你 好 那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萱恩了 今年几岁了 对吧 我看到旁边的小姐姐跟你穿的衣服好像她是 我姐姐 姐姐 来 姐姐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徐小曼 今年九岁 我喜欢踢足球 好 那旁边这位大朋友呢 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了 是我们的大大智慧果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王诗乔 可以叫我二乔 我来自辽宁锦州 我第一次看智慧树的时候 是在2003年首播的时候 现在已经24岁了 大学毕业了 很荣幸今天来到智慧树 做一天无忧无虑的小孩 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 那今天呢 大家聚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完成他们的心愿 对不对 对 好 来看看第一位 智慧果的这个心愿是什么呢 我想带着弟弟和小咕咚 还有红果果一起合影 是哪位小朋友 是你啊 好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愿望呢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智慧树 是在跟我弟弟 现在同一个年纪的时候 然后我在这里感到很开心 然后现在我想带他一起 跟大家合个影 然后感受一下我曾经的快乐 我刚才看到 弟弟也有一个愿望 是不是 小朋友说 我想摸摸小咕咚背后的刺 是你的愿望吗 是我的愿望 你的姐姐的愿望和你的愿望 我们一起实现好不好 来 过来吧 感受一下吧 摸摸我的刺 摸一摸 它的刺是硬硬的还是软软的 有没有抓到你 有没有 别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摸一摸 真实地感受一下我们可爱的小咕咚 来 拥抱一个好不好 来 拥抱一个 来 拥抱一个 真好 好 大家都感受到小咕咚的刺了 对不对 软软的 非常的可爱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实现姐姐的愿望 来 姐姐看前面我们来个合影 在合影之前 我给红果果和小咕咚 准备了一个晶体 还有晶体 我也是 那惊喜在哪里让我们看看好不好 我们去拿一下 去哪吧 弟弟一起去 会是什么惊喜 什么惊喜 好漂亮 来 这盘送你 谢谢弟弟 谢谢 好漂亮 我好喜欢 谢谢 那我们抱着鲜花一起合影好不好 好 来 看前面 好 一 二 三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度过愉快的一天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运动 那我们来看一看全国各地的智慧果门 都会做哪些运动呢 嗯 我来金鱼和北手石家钓鱼吃 我今年六学了 我最喜欢长篮球 帮我多过愉快的星座 谢谢 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滑板 因为滑板给我带来了许多挑战和刺激 虽然摔一下很疼 但是它给我带来的快乐 远远大于身体上的疼痛 我来自北京 我最喜欢的运动 是跑步和踢足球 跑步能让我们锻炼身体 踢足球能让我的双脚变得更灵活 看来有很多智慧果们喜欢做很多运动 是不是 是的 那我来问问现场的智慧果们 你们都喜欢哪些运动呢 姐姐来说说 我平时喜欢打羽毛球 喜欢打羽毛球正好有准备 来 给我们展示一个 来 不错 可以 好棒 好棒 姐姐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踢足球 踢足球好厉害 那麒麟小朋友 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我最喜欢运动是跳绳 跳绳 我记得好像我看到心愿单里有一个小朋友说 我想和红果果一起跳绳的就是你原来 太行 那我现在就实现你这个愿望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跳个绳好不好 来吧 虽然我跳绳不是太好 但是我一定要实现你这个愿望好不好 我们俩来合作一下 跳成功一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来 准备好 来 准备好 给我们加油 加油 那一二三 三 没关系 我们先来磨合一下是不是 热下身 来 热下身 来 一二三 跳 三 跳 成功 成功 可以 我和红果果一起跳绳 我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运动吧 好啊 弟弟 你喜欢什么运动 足球 足球 那姐姐呢 第一足球 我好像刚才看到心愿卡里面有人说想和小咕咚一起踢足球 是不是弟弟 是吗 是弟弟写的吗 小咕咚 小咕咚 那我们现在就实现它吧 实现这个愿望 来 元朗 出来吧 和你心爱的小咕咚一起来 来 预备 开始 好大小咕咚 好 小咕咚 加油 本贝 给小咕咚加油 可以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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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二强 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辣辣操 喜欢辣辣操 既然来了就给我们展示一个好不好 好 来 到中间来 掌声欢迎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重新从未有改变 百年只不过是考验美好 生活目标不断实现 障碍世界少年 使命永远方形结人 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所以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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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 满满的青春活力有没有 阳光 对 是不是 对 太好了 刚才红果我说了 既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日运动 我们不如开始运动起来好不好 好 刚才我们的智慧果们说了 我好喜欢足球 那接下来的运动就是和足球有关 好不好 好的 我们把这个跳绳和足球结合在一起 怎么样 那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我们来看一下游戏规则 足球接力 三个人一组 两个人用跳绳将足球赶到终点 第三个人踢足球射门 计时结束后 进球多的一对获胜 小姑东我们来演示一下 好不好 来 知道点博士 你来踢球 我和姑东来运送这个足球好不好 好的 甩起来 甩起来 把这个足球带过去 带过去 太棒了 好 谢谢 可以 小姑东快 好 知道点博士加油 知道点博士刚才那一脚 真的是太精彩了 是不是 对了大家都已经明白这个游戏怎么玩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派出两队的队长 石头剪刀布 谁先来好不好 巧笑 来 还有佳佳 来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那就是巧笑先来 行 可以 好吧 来吧 那谁来踢球 我 姐姐来踢球 去吧 好 每队有两分钟的时间 听我的口令 好 预备 开始 好 加油 甩起来 好 加油 加油 好 可以了 回来 撤开 对 不能用手 对 好吧 没关系 继续 加油 加油 甩起来 对 打到 好 回来 快 对 我们不能用手碰 我们知道踢足球是不能用手碰的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进了一球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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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 进了一个球了 走起来 加油 好 可以了 快回来 球传过去了 这个线外面可以的 只要脚不出来就行 走 走 差一点点 没关系 快快 转起来 加油 加油 这个怎么撞得奇怪 好了 快回来 好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来 开始 好 好球 好 快 走起来 可以了 回来了 好 还有最后的五秒钟 五 三 二 一 好 好 在回厅的时间内 他们一共踢进了三个球 是不是 是的 为他们鼓鼓赏 再来 在这边了 来 好 好 开始 第二组 预备 开始 这个甩得好 好 小弟弟 不能用手 好 准备好 差一点点 没关系 来 继续 开始 好 接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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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真好 来 看一下 踢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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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走 他们都已经 快 注意力气中 踢了一个球了 加油 好 踢球 别看我们年纪小 我们踢得好着呢 是不是 踢球动作非常的专益 好 好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好 往回一点 往回一点 好的 好 好 可以了 来 瞄准 瞄准 没关系 还有半分钟的时间 好了 五 五 四 三 二 差一点 差一点点 好 可以了 来吧 通过激烈的比赛 我们来看看 这边一共进了几个球 三个球 好棒 恭喜 那这边进了几个球 一个球 也很棒 因为我们的小弟弟 你看 别看我年纪小 我毕竟进了一个球 对不对 很棒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下一位智慧果的心愿是什么 好不好 好 我想让小股东给我回信 是瞧瞧写的是不是 对 我写的 好有心 你要知道 主持了那么多年的智慧术 我们收到了无数小观众的来信 对不对 好多信 但是我们真的是头一回 就是跟这个写信的人面对面 然后收到他的信 对不对 对 那小股东还太小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我看到这个封面 我真的要流泪了 因为很久不见的这个 咕咚信箱 你们还有印象吗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大朋友们 咕咚信箱 有些吗 可能有的新的 新的这个智慧果 还不知道 因为在很久以前 我们有一个咕咚信箱 这么多年 这个咕咚信箱 真的是已经 说得滚瓜烂熟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要非常郑重地把它念出来 那就是 北京市10038信箱 123分箱 智慧树栏目 小股东收 说到这个时候 就有点控制不住了 是不是 小股东 这是一封迟来的信 亲爱的红果果 小股东 知道点博士 你们好 谢谢你们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长大 10038信箱 123分箱 承载着我们小时候的梦 开波时我三岁 现在我二十四岁了 忘不了小时候在电视机前和你们一起跳舞 做操做手工的日子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感谢你们一直陪伴着我快乐成长 成年人的生活很累 回想起小时候那个来自电视机前里的鼓励 足以觊遇我的烦恼 谢谢你们用爱守护着我们的童年 守护着我们的单纯和美好 超爱你们每一位 二乔 谢谢 爱你 二乔 谢谢 抱抱 感谢电视机前所有喜欢我们智慧书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们也会一直努力 让智慧书的这条路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 永远通向你们 对 永远爱你们 谢谢 谢谢二乔 谢谢 怎么样 小古东 人家二乔那么有心 你是不是应该回一下信呢 二乔 我今天一定会好好的准备准备给你回一封 爱得是 好 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先来欣赏一段优美的拉拉操表演 谢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开心呀 听说你们长大了也有烦恼 但是小古都想告诉你们 当你烦恼不开心的时候就看看智慧树 或者来到智慧树里跟我们一起玩 再当一天小朋友怎么样 好不好 太棒了 真的很感动 其实智慧树开播了这么多年 陪伴了无数的智慧果们快乐成长 如果当你遇到迷茫 遇到困境 遇到不开心的时候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偶尔也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 来一杯饮料 打开电视机 再一次回味一下你们小时候喜欢的那个智慧树 喜欢的红果果 小咕咚 还有知道点博士 希望我们永远能够陪伴大家 我们永远都是彼此的朋友 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不好 二乔 谢谢 继续支持我们 来 当然了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 是的 你们还小 我们的节目很好看 希望你们能够天天看我们的节目 好不好 你带上 加油 继续努力 二乔 回家以后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希望你看到这个智慧树奖牌 能够成为一个激励你的一个象征 希望你的人生会越来越美好 好不好 加油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真的是很快乐 好 那最后这样吧 我们来干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好 那就是喊出我们智慧树的口号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一起说 智慧树上智慧活 智慧树下你和我 智慧树前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小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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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